你活在这世界上 你都不知道这世界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有意思吗 年轻的时候你会糊涂活 老了你可能一 我跟你说 大家所有的其他宗教都在讲一个问题 就讲这宇宙的本质是什么 从哪来到哪去 科学也是探索宇宙本质的一种方法 用实证方法来探索 新冠星 我觉得可能你们都没看过 其实特别短就四千字 就是实际上国内批评菩萨 你们不让以为你们自己可能 你们能去屠屠众生 你那么想就有我持 基本上最有名的话 就是凡所有项结识虚妄 它指的一切 这一切东西都是物质造像 物质造像会消失的 那不是本质的 从宇宙战争以来 只有两个东西是不变的 一个是质子 一个是电磁 其他东西都在这些变化 那个时候 它在两千六百年前 没有我们现在 我们那时候认识没超过地球 我们认识很狭隘 只是一个人用自己新体验 因为你要考虑到宇宙是同构的 原子和行星是同构的 所以内观和外观 你得到结果是一样的 佛教其实是觉悟 我们就把它变成拜神了 所以大家老是 说实在的吧 对我们讲话就是 大哥们没有矛盾 小弟们大成一片 大家聊的都是同一件事